是不是就他 那什么叫Tikker Text呢 会不会是下面这些内容呢 当然不是了 因为Tikker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滴答滴答提醒的意思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每次有消息来了 是不是听到滴答或者有一些声音 然后这儿是不是有这么一行文字 说你有新短消息 对 那么那个就是Tikker Text 就是不把它拉开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传的内容 全部都是不把它拉开的时候的这个消息 这个内容 而把它拉开了过后 是不是又有另外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要给它分两部分来看 一部分是不拉开的时候的内容 一部分是拉开过后的内容 我们先来给它通过构造 来给它设定不拉开时候的内容 做一步里面找一个图片 这个图形是 You have one email 你有一封邮件 什么时候开始出发这个事件呢 让它立刻出发 16点 这个就是当前时间 对不对 把当前时间传进去 就让它立刻出发 那如果这样子呢 就三秒过后就出发 这个大家自己去理解 好我们的notify就建好了 那么notify建好了 它肯定上面这个内容就有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定义 它下面拉下来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我们还要给它 下面拉下来的这个内容 那么拉下来的内容 怎么去组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肯定是set什么东西 我们一看set什么东西 就只有这样一个函数 那就很容易理解了 从字面理解来说 就是什么呢 去设置最近的事件信息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想 跟我们讲的是匹配的 那看它传的参数 第一个上下文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title 也比较容易理解 对吧 正文理解 主要是难理解 是什么叫pending intent pending intent 我们来看一下 pending intent 它说用了一个flag activity new task 这个其实我们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内容啊 就是我们intent的内容 intent里头的flag的内容 这个之前给大家讲的少了一点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传进来的是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任务 它会有一个新的任务押战 那么好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的这个对象 我们这个对象 它本身叫这个名字叫pending pending我们都知道 是代办事项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要传一个 首先要传个intent的进来 那么它是代办的 什么叫代办呢 想象一下 我们当把它这个 这个notification打开之后 我们点中它 它去干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是代办事项 所以也就是我们猜想 点中它干什么 它的就是在这个pending intent的对象里面去实现 猜都能猜得到 我们来实现一下 这个不需要 也是不需要死精英被 就好像昨天 大家看到了的一大堆 就是以前都是看着一大堆 就死精英被 这个也是不需要死精英被 因为也有一大堆东西 这个地方又要用到一个pending 那我们来定一下这个对象 pending intent 我们又一个pending 你看出问题了 我们这里没有构造函数 一没有构造函数 我们是不是就想起 是不是得考虑那几个构建模式 然后它这里用到什么呢 它让我们是通过get activity get broadcast get service 去做 而这几块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就是我们intent 要包含的去启动的这几块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get activity 到时候点了那个notification之后 它就会去启动一个activity get service 它会启动一个service get broadcast 它会去发送一个broadcast 理解吧 就这样子去理解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pending intent 好的 它慢慢开 那我们先来用一下 先给它建立一个pending intent get activity 好 我们把这个intent给它写完整 那么这个地方是request code 这个就是我们启动的时候 那个request code 如果你到时候希望有返回值 是不是request code就很重要 就随便给它定义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我现在不给它第一 就是零 这就是internet internet我们就很容易该怎么 该怎么写 是不是就很清晰了 你有一个internet就可以了 然后当前的上下文 到我们去启动哪个呢 启动一个吧 启动我们的这个form的一个啊 form widget class flag我就用零 就不管它 我没有什么flag 特殊的flag要传 好 还是放错掉了 是在这 就够了 好 这样子我们的一个pending internet实例就改建好了 把它传进来就可以了 至此 我们的一个notification的对象 是不是就定义好了 看到没有 一个是它上面的 这块的提醒的内容 一块是把它展开了之后的显示内容 我们是都给它定义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深入了解一下 我们的pending intent 它也是既成object的 也是既成object的 所以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了 pending intent是不是internet 对不是 因为pending intent 我们往里头方法里头传了一个internet 对不对 它本身并不是internet 这个大家要记住 很容易搞混淆的 就pending intent 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internet的一个子类 那么 你看它用到了这样几个方法 是像什么get activity啊 这些内容 它有个nay blade 有一个nay blade 有一个自己实现的一些接口 OK 我们就这样讲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让它去生效啊 那么我们再想象一下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逻辑 如果是到了 我是不是就喜欢调用一下notify 看一下它有个show的方法 我们来找一下 没有 那么不要忘了 它跟道尔老师不一样 这个是要靠下面的硬件的服务支持的 所以我们要用到什么呢 用到我们的service manager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notify cache manager 去干嘛呢 去notify一下 把它给传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id 你保证它一个微信就行了 123 notify 这样子 它就完成了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三个步骤 触发提醒 就三个步骤 一步是设置我们的notification manager 然后去建立我们notification实力 然后通过notification manager去触发提醒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how的 看看管不管用 看一下 是不是哪儿评写错误了 这个类没找到 注册的时候是不是大小写写错了 名字没写对 哦 再加个activity 名字没写对 再来 今晚回去我会把这些原代码上传上去 我会把它整合到这个demo里面上传上去 在这个UiBase里面 我们点一下这个 common notification 是不是有效果了 这个就是icon 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我们的ticker ticker text 我们拉开看一下 果然有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的内容 这个是title 这个是content 对不对 我们点击一下 看它是不是启动了 看到没有 果然启动了我们的activity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实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OK那你说 我怎么把它给清掉呢 我们把它怎么把它给清掉啊 这样子 我就算把这个程序退出 他都他似乎都一直在那提醒我了 对不对 退出 那么清掉它 我们是不是自己也猜都能猜到了 刚才我们在看过这个manager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方法 yes cancel 我们让它stop掉的时候 给它清掉 看不到的时候就给它清掉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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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我们又把它给cancel掉 就用到我们的 还是这个notificationmanager cancel 这个地方要传这个id 是不是就这个id 123 就表示要清掉它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就更happy了 叫清掉所有 那我直接来清掉所有好了 再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同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其实这些内容 官网都写得非常清楚 同时我们是不是notification 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加入声音 还可以加入什么震动 vibration 还可以让我们的屏幕闪烁 或者变暗 这些内容 是不是都可以 它那个输线 然后等号那个是什么意思 输线表 表示那个或的 表示或的意思 逻辑或 或的意思是 你在这动态的设置了一下 flag这样一个或信息 对 然后我要 在某个地方 我就要用这种方法来取消它 直接再等 再重新再负一次值 直接再负一次值 不要包含它 但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用这个 过的这样一种符号 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个默认的 还记得吧 我刚才用到了 有一个flag new task 所以它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通过 把这个跟前头那个拼起来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如果想取消掉它 你再重新 就是给这个对象 完全重新再负一次值 不要用这个货 明白吧 OK 那么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加入的 这样一些震动 声音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就给它一个地址就行了 这个震动 震动要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代表 传入的要是一个 浪行的这样一个数组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表示 什么时候开始 零就表示 从现在开始 然后这个是第一次震动的时间 就是100毫秒的时候震一下 200毫秒震一下 300毫秒震一下 明白吧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 它震三下 如果你后面跟十个 它就表示震十下 就每一次震十下 就明白了吧 然后我们 我们顺便做一个演示 但是这个要真机 好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看能不能把它给清掉 OK 这个已经出来了 我们点击切换到另外一个activity 是不是就被清除掉了 好 管用的 那现在我们去给它加入一些震动的内容 加这些震动内容 当然是我们的notification里面的 对不对 fabroid 看到没有 等于一个not 我在这里定一个 dib 立刻开始 震一下 400 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每隔200毫秒震一下 你最后我们再来一下 猛的 这叫三短 异常 这是摩尔斯玛 两短异常 三短异常这样 OK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些东西 等于你要写个程序 就是摩尔斯玛的这样一个程序 我以前玩过这样一个小程序 两短 异常 他会帮你来做 好 这样子你的震动就是蛮有意思的 就应该是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这样 OK 复制 这样子我们提醒的时候 它还会震动了 这个得拿一个针机去试一下 好 那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那么声音 大家当然也就去找 我这里没有很合适的声音 我这里就有个MP3 很长的 很长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这样一个notification 是不是很简单 能不能不要死进被 以后会不会写 OK 那么下面我们来自定一下 我们说 我们希望 我希望 放这个地方能够出现我的一些自定义的信息 那么 包括我在这个地方还想 放一个按钮 我想放一个按钮 再给它放一个什么呢 progress 就进度条 我们不是常见到这种东西吗 放个进度条 放个按钮 怎么做呢 我们想起 左向模 而道而了 这是怎么做的 它是不是有个set content view 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就在想 因为像这个对象的话 它本身 它不是一个试图 所以它肯定也有一个方法 去设置它的一个试图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notify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首先我按照惯例 我去找一下有没有 set content view 没有 那我们就来一个个找看哪个像 一不小心就找到了 这叫content view 看到没有 那么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一个remote views 是一个remote views 那么remote view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view呢 我还 我真不知道 我去查一下 remote views 远程 好 那么这个remote views 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view 对不对 那么它是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它实现了一些接口 包括我们的layout inflator的接口 那我们就在猜想啊 它是不是 它是可以来再去构建 我们的一个试图 对吧 inflator嘛 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 果然 这又用到我们的create 那么讲到这个create 包括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能不能new一个 我们在这上面new吧 能不能new一个 notification的 new一个remote 它这里是提供了一些内容的 这样子 我这样说吧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create的时候 create的时候 很多时候啊 就是我们为了去建立一些建立一些类型的实力 那么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create的时候 包括 包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